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际星象大会或塔罗牌大会也不错啊 也很有助于观光耶 是啊 好像找观光局长要联络过 就是我们啊 因为他们都很临时 那我配合不上 哦哦哦 真的啊 对对对 好 没关系 总有一天等到你 那高雄天气很好吧 高雄天气今天目前为止出太阳啊 24度 哦 果然比台北热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当然呢 马上就要过年了嘛 所以要请这个星星王子呢 来跟我们讲呢 新的这个朱年 金朱年 但这个是中国人的年的算法啦 到底呢 这个世界局势啊 国运如何啊 这些打麻将的人到底谁会胡牌啊 但是呢 既然你在高雄 大家最关心的还是韩国瑜嘛 韩国瑜 他什么星座的啊 双子 是哦 哦 那双子座今年的韩国瑜 他的运怎么样 会不会出来宣总统啊 其实 其实目前为止 我们知道很多 国际的领导人都是双子的 像川普啊 川普也是哦 对对对 习近平啊也是 习主席对 是哦 然后包含朱丽伦也是 双子座 哦 那所以双子座今年很重要 对很重要 因为双子座今年 如果大环境运势 对双子座朋友来说 其实是一个合作的一年 合作 对跟会员合作的一年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韩国瑜一上任之后呢 就跟 就在开始不断的跟很多人合作 包含比如说找到我合作啦 很多人在做这个 对 对我觉得这个合作是好的 可是 可是问题是说你要合作 要跟谁合作 那什么样的合作会最有利 那最有帮助 我觉得这个也是他重新去 要去思考 哪一个合作是帮的 哦所以朱丽伦要找人家配 是 对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那你再想一下 川普跟习近平 这一年 这一年来 其实打得很严重嘛 对 对 对啊 两个双子座互打 谁会胜出啊 对啊 所以我其实在想说 他们两个如果合作 不是挺好的吗 哦 大家 哦那不得了 中美合作不得了 对啊 因为中美 应该讲说经济局势 哦 嗯 在未来的七年 不会太好 是 什么 七年 对对对 因为 在医院有一个观察 就是透过天王星 来观察一个 一个长时间的 国际形势 哦 用天王星来观察 天王星这个星呢 每七年经过一个星座 那过去的七年呢 进到白羊座 那现在未来的七年 就叫金牛 那天王星本身是带来 代表破坏之后的建设 一种新的改革 所以金牛座又是代表着 是经济意涵 跟经济有关 然后跟金融有关 然后呢 呃 天王星进来之后呢 就会造成全世界的 一个经济的 呃 应该讲说 它可能会先破坏 嗯 重盘 然后是重新建设 重新建构 哦 也就是说其实 这个如果中美能够合作 对未来的那种国际情势 就是国际的经济情势来说 会有很正面的帮助 嗯 如果他们没有搞清楚 这个事情的话呢 有点可惜啦 因为就我们来说 像我们来说 只是观察者嘛 对 观察他们的状况 我们也不能说 打个电话去说 哎 你们应该怎么办 所以 其实很难 其实我们看到 就很明显的看到 就是说 我会认为未来的七年 是一个新的平民时代 平民是贫穷的贫 啊 对 所以大家都必须要重新思考 你的经济投资 你的金融投资 要在什么角度上 但是因为也好 因为天皇星本身代表新的科技 那也代表全世界 是不是要重新走向 一个新的无货币 或者是说 重新考量金融的发展的局势 这个对于 其实 对于更未来的经济发展 全世界的经济发展 来说是有真面帮助的 所以可能要把它当作是一个 过渡期 对 就是说 迈向一个全新科技 那因为全新科技 改变我们的生活 也会带来许多新的 经济的商机 对 但是在这段时间 太旧欢欣的过程当中 需要七年 很长 其实今年当中最重要的是 前面的这一两年 所以今年跟明年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今年局势来说 其实今年局势对我们来说 以全新学的角度来看 是非常热感的 热感原因是因为 大环境 是有更积极 更正面的态度 而且我们也鼓励 所有的朋友们 在今年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 用乐观态度看待 乐观就造成一个问题 我所谓乐观是说 OK 这样就不错啦 这样就很好啦 这就是有乐观嘛 可能会变成一种将就 他就很将就 没关系 那这样就可以了 那这样就好了 可是一将就之后呢 对我们自己要 好像要进行更好的发展 就会受到一些阻碍 所以今年有想要把 有心想要把事情做好的人 也会觉得今年受到很多 大家觉得这样就可以的阻碍 是哦 所以你说怎么样去 去让自己更努力 更积极 反而是 如果大家都用将就的态度 那你的心情上面 比如说 我比如说立文 或者我们大家都 我们心情上面 觉得说 哎不行 我觉得想要做得更好 那这个事情 就会让我们 就会让我们拔得头筹 所以我们就会变得更好 变得更棒 其实心态上都是 因为大环境都会觉得说 那这样就可以了吧 可是如果我们自己觉得不行 我们要做得更好 虽然有点阻力 可是我们将会得到 更好的成就 哦 所以换句话说 因为大家都一直听到说 大环境不好 大环境不好 所以呢 大家都会变得保守 对 什么事情 你不要投资太多 不要期待太高 平安就好 没了就好了 那大家态度保守的时候 如果你稍微积极一点 你就比别人多一点成功 哦 是这样哦 所以你可以比保守多一点点 稍微突出来一点点 这样子 就够了 就厉害了 哦 原来是这样子 所以今年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所以刚刚讲到说 川普 习近平 韩国瑜 都是双子座 哦 朱立伦 也是双子座 所以可以看的 但是 韩国瑜的双子 跟朱立伦的双子 很不一样 是 不太相同 哦 这个每一个人 大概也还有不同的一些 对 对 你要看到他们的 新作的 那个整个的 那个 那个 那个命盘 就会感觉到 差距了吧 对 那所以整体来讲 如果说 韩国瑜 今年 他呢 积极的跟各方合作 他的确是我看他每天 哦 也招商 见很多企业家 各种人啊 那他只要积极的 打开大门 张开双臂 跟大家合作 大概今年就OK了 对 对 可是这不是朱立伦的个性 问题在这里 对 你怎么会这么准啊 朱立伦的个性 倾向于非常的保守 他只会做 他有把握的事情 嗯 那所以他做这个事情 又怕被骂 所以他尽量去做那种 不会被骂的事情 哦 可是这跟韩国瑜不一样 韩国瑜很 很欢迎被骂 对 越骂越红啊 越骂越红 对 对 因为你知道双子座 其实标准的双子座 的太阳啊 他就是要表现出那种 油条的样子 真的 哇 那韩国瑜第一名 对 他就完全 当然觉得说 哎呀 这个太棒了 可是呢 朱立伦在行为上来看 就会让别人觉得 他没有办法 在这个方面 他放不开 放不开 他有偶像包裹 非常明显 而且也因为 其实回头来讲的时候 因为朱立伦的政治生涯来看 他是很谨慎 小心一步一步往上走的人 念会计的嘛 对 哇 他是让你很清楚 我对念会计的人就是这样 我们很害怕 对 真的 可是 韩国瑜就很不同 其实我觉得大家喜欢韩国瑜的非常重要原因 是因为双子座 因为我们常常讲双子座两个灵魂嘛 一个灵魂可能是天使 一个灵魂可能是恶魔 那如果你每天跟天使在一起 你把自己表现得很白色 那你所以有些时候 你没办法被魔鬼拖到地狱去混一下嘛 可是韩国瑜是一个可以被魔鬼拖到地狱去混一下 然后再出来跟你讲说 我还可以跟天使聊天啊 对 对 他弄人啊 所以你会觉得 这样才能平衡 没错没错 就大家都喜欢他吧 比如说你这个人你可以跟我坐在路边 跟我喝一杯保一大逼啦 对 你也可以跟我呢 在那个政治的场合当中 你跟我握手寒暄啦 对 所以其实还会是亲民的啦 比较是 同样都是太阳星座 那双子座的人其实他的表现 也因为他自己要去得到的生活的进化不同嘛 他比改变的也不一样嘛 我老公也是双子座的呢 是哦 所以一直问你双子座今年怎样 双子座今年我觉得 其实双子座今年如果其他星座在双子座这种处境通常不好 可是双子座人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说他懂得走捷径跟转弯 嗯 那我觉得走捷径这个事情双子座应用的非常好 其他星座走捷径可能会被骂 可是双子座走捷径是因为他本性就喜欢从不同的方向去寻求答案 其实双子座的人很聪明 对 那他要懂得运用他的这个聪明 对 所以其实也就是说今年他的人际关系的发展会影响到他所有的局势 所以过去的人际关系呢 如果今年的发展都很好 那今天我觉得他应该没问题 碰到事情找人协助 碰到问题寻求不同的方向来找他解决 这是双子座今年非常重要的关键 所以我觉得韩国瑜一开始走的还蛮不错的 就是他在寻求各种不同人的看见性 对现在就要问嘛 而且很妙的是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来 可是因为我自己观察都觉得很好玩 韩国瑜在选择他的那个幕僚 第一期的幕僚的时候 我都觉得很明显看出来 这个大概都会被阵亡掉 对你讲第一期很好笑 因为有第一期就有第二期 不是只有一期 这个很简单 他不是第一回第二回 不是最终回 这个应该是第一回而已 其实我觉得这一回他的目的也只是说去试探大家对于这些观点 那其实大概我们从旁边看 立文尼大概也明白 明白有些东西大概就是仇庸吧 我是不是讲他明白了 是 真的太糟糕了 不过韩国瑜这个人就是这样 就像你说的 因为他在江湖街头混过 他在地上爬过的 他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政治明星 所以他的这个怎么讲 人情世故真的比较圆滑 比较圆熟 我觉得他比较会做人 简单讲就是这样 因为很多这种政治人物 这些太阳门 我觉得都很不会做人 对 因为他们真的没有 你知道我的意思 就养尊处忧惯了 可是韩国瑜不会 他真的很会做人 所以 那你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也比较有情有义 人家帮忙他 他不会过河拆桥 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这一点是好的 在政治上就是这样 没有每天都选的 你每天都觉得说 因为你当选了 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有时候你就会觉得 尤其是当你赢了15万票的时候 你会觉得 谁有功劳 我最大的功劳就是我韩国瑜 难免会有这种想法 可是我觉得韩国瑜这点很好 他不会这样 所以就像你说的 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平常累积的人脉 也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做人成不成功 今年双子座就会看出来了 就反映出来了 你平常是做人没成功的时候 你今年需要别人帮忙 合作的时候都没有人 对 那像韩国瑜这种 做人成功的话 大家都愿意帮他 是啊 对 就是你变成说 因为他愿意帮 因为你不是那种 就像立文刚刚提到的 你不是一个平常就是跟人家划清界线的人 对 很爱跟人家切割 有没有 对对对 政治人物超喜欢跟人家切割的 对对对对 而且他随时可以交朋友 他随时可以交朋友 对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强项 对 对 做政治人物真的要海派一点比较好 对对 不要这样子很你知道吗 很轻啊 对 太轻或者是你太分割 太切割 我觉得这事情都会很麻烦 因为什么事情就看到某一个立场的时候 对 我觉得问题很大嘛 对 而且现在大家都很清楚啊 因为政治很摊开表面 就摊开在台面上大家都看得到嘛 对 其实你看全民都可以去讨论政治 所以大家因为看得很清楚 哪些政治人物去面对他的交友 因为现在分成两派 对 不管男绿哦 我讲的不是亲韩国瑜或反韩国瑜哦 而是分成两派 就是说支持韩国瑜的里头也分成两派 就是觉得说韩国瑜到底会不会做得好 对 那就有一派觉得说太难了啦 不可能 有一派说不会啊 一定很好的啊 所以刚好就要问你啊 他今年会不会过得了关 我想今年过得了关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他的本性来说 跟朱玉仁比是不一样的 因为朱玉仁今年的整个内在的格局来说 他就是太担心自己的声望 我特别来讲说 其实韩国瑜的声望那么高 朱玉仁难道不担心吗 担心啊 对啊 如果真的说要同党竞争的话 他也会担心的 可是韩国瑜而言是 他根本不担心 原因是因为他没有想到你这条路 对 他也想去走那条路 对 那我这条路走好就好了 嗯 而且我觉得我在走这条路的时候 我心里有很多的想法 我也想去尝试 嗯 所以我也必须要广求很多大家的看法嘛 所以我就寻求了各种不同的合作空间嘛 我第一期的幕僚找到不同的人来看事情 我觉得也很好啊 本来就是啊 对啊 他就他就用这个角度来看 所以他其实没有去期待说 诶我2020是要干嘛 没有 我没想到 他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嗯 这我就像说 我才刚上任 我就想2020 啊对不起 我其实连想都还没想这个事啊 对 所以我也不想让别人觉得说 你不要把我想着跟他们要走去 要去走这条路 对 他很聪明 对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这样很好 当你哦 如果政治人物都要走这种完美路线啊 洁癖路线啊 你都没有任何试错的空间 任何新创的可能都不会存在 对 那我觉得韩国瑜很好 他会给大家一个试错的空间 你知道大方向是对的 然后努力的发挥想象力 努力的去尝试 不要怕错 对 这个精神是对的啦 你才能够把这个格局打开 否则的话 你永远就这样子 请小慎为 搞什么东西啊 我都贪大钱啦 这没办法赚大钱 好 那讲到了这个韩国瑜跟朱立伦呢 那就先 那就先讲讲其他打麻将的咯 后面再讲柯文哲跟蔡英文嘛 先讲同桌打麻将的 那还有那个 吴敦义跟 吴敦义跟那个王金平还有马英九 吴敦义来说 就考验你的口才 我们先讲王金平好了 好先讲王金平 王金平是双鱼座 双鱼座 对 因为王金平来说 其实你会发现 他在立法院 能够这样子走那么多年 我觉得双鱼座的个性 提供他非常好的一个表现 因为双鱼座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自己也双鱼座 我懂 自己也双鱼座 我要在那样的环境存活下来 我难道不需要圆滑一些吗 对啊 一定要的 而且再加上鱼本身 你看鱼在流水 你去抓鱼好了 鱼都是滑溜溜的 而且鱼有很多种 王金平属于泥丘型 这样讲我没讲错 对吧 但是我觉得他比较圆 比较不滑 我的意思是说 王金平的圆 是让人家舒服的圆 对 你懂我意思吗 你真的 你跟他所有 所以人家说 王金平没有敌人吗 他不会让你觉得 他很滑头 我的意思是这样 对 其实这样讲好了 因为王金平离开政治 这个关注的角度上来看 这个位置已经低下来了 对 已经有一段时间 很没有人可以关注到他 是是是 可是因为双鱼座 今年是站在一个 比较高的山头上 去看人间世事的 什么意思 就是说 对他来说 他应该重新回到 这个舞台上被看到 真的啊 对对对 我好朋友 尹乃金也是双鱼座 所以我们 我们问大人物的时候 都有顺便 你有没有 要检查一下自己 其实双鱼座 前半年 运起来都还不错 我就来讲说 王金平 我觉得这一段时间 他的关注度 开始增加 一直在提升中 对对对 所以要抓着这个事上去的话 王金平来说 他应该在下半年 重新被看到 在2020年 是哦 发展的空间 其实很高 哦 回头来讲 其实是一个黑马 哦 哦 对对 因为他其实会重新回头 寻求到其他的协助者 就像李温宇刚刚谈到的 对 他不滑 我讲圆滑这个东西 不滑 他圆这个东西 是他很大的一个助力 哦 他很圆哦 那我觉得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新的一年 应该讲上半年 前上半年 对他来说 就是一个贵人相助的格局 是哦 对 那既然是贵人相助的 哦 他这贵人是双子座的哦 哎 重要 其实我觉得 好 你给你们高兴 你们高兴 有帮助啦 真的 因为双子双鱼 在某种程度上来看 两个有很多接近的地方 是哦 对 因为像你都是双嘛 他们都有双丛的特质在 而且两方都在 里浪跟船客 所以在某种程度而言 也许双方都有一些 但 有一些忌惮 我也担心你 你也担心我 一定的 但是我也想要把你 你帮我的嘛 我也希望你帮我的嘛 哦 两个都还是有的 哦 两个星座的互动上 在这个点上很特别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过程中 有贵人协助 那你看看你找嘛 嗯 朱元不可能去找韩国瑜 将他的贵人嘛 对对 他一看啦 不知道要不要看 对 可是 可是 王金明而言 他自然 各种可能 对 他自然形成 对 他就绝对可以 可以跟韩国瑜 有一些机会可以互动 而且 王金明其实往南部 做一些乡土的发展 其实很重要 真的哦 哦 他应该从南部出发 对 而且因为双鱼座本身 今年就是寻求外地的资源 哦 高雄就是外地 哦 是吧 所以其实回头来讲 王金明如果在这个角度看来看 前半年积极的去布局 然后我觉得这个 很有机会 很有机会 对 运气很大 这个机会很大 所以今年双鱼座是比较旺的 是 哦 双鱼座是一样 前面大概两年 呃 去年还好 前年跟大几年 其实过得挺不好的 真的哦 后来的这几 这三年 连续三年都不错 是哦 去年开始 今年到明年 都是不错的 哦 哦 恭喜哦 奶精要忘了 双鱼座呢 所以这个 王金平很可能会杀出来 变成一只黑嘛 是 因为其实王金平有一个 他贵人太多了啊 因为他过去 你想想看 他帮过多少人 这些人都不需要还他吗 这辈子只要还他这一次 他就够了 就够了 而且王金平有一个好处 他的袖子很大 袖子很大什么意思 袖李乾坤啊 哦 其实他有很多东西 你不知道 你看不到 他在袖子里面藏着 很深啊 对 很深啊 因为人脉太多 太丰沛了 我不是说他口袋很深 我说他袖子很深 因为他那个 伸手 这个我们像你讲 你大概明白我的意思 我明白明白 对对对 他的伸手啊 在很多过程当中 他其实 真正大胆高手 搞不好是王金平啊 因为他毫不费力的原因 就是我跟你说 你想不到的人 都欠过他人情 没错 就是这样子 那为什么他瞧事情好瞧 是 因为他帮过太多人了 所以他讲话开口的时候 你会愿意配合嘛 对 而且他不会勉强你 做你觉得很困难 很做不到的事情 而且他最妙的是 他每天笑嘻嘻啊 对 我觉得这个就很棒啊 你喜欢跟他靠近嘛 哦是 他非常体贴 双鱼做得很体贴 对不对 好 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 回到节目的现场 我是真理文 马上就要过年咯 我们今天呢 为大家邀请的是 塔罗牌专家 星星王子 然后呢 来跟我们讲一下 2019年的 整个大的环境跟局势 那么刚刚呢 从韩国瑜到这个 王金平 已经告诉我们做人的 一个颠扑扑扑的道理 就平常是 要要做人 要多交朋友 可以帮人的时候 就要帮人 等到有一天 你有需要的时候 你才不会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对不对 啊人是不能够 你不可能 什么事情都靠自己啦 没那么厉害啦 你有需要的时候 那有没有人愿意出来 就刚刚您刚讲的 王金平上半年 会有很多贵人 对不对 我看多半都是 他以前帮过的人啊 是 是不是 所以 这就是人生的累积啊 所以这个时候 人家帮你 不会因为 就是说 先看你会掉不掉 我帮你是因为 我真的很想帮你 对不对 我如果看你会掉不掉 那个又不一样 那就很现实了啊 对不对 没错 所以说 今年的双子座 走的就是要靠 大家帮忙合作的 这样的一个运 然后呢 双鱼会很旺 双鱼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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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那你还是要考验你讲吴敦鱼 你不要逃避 吴敦鱼应该是摩羯吧 我觉得因为他其实是水瓶座 算水瓶喔 对对对 这样我很不好意思 我有去帮他庆生了 是吗 但是不知道他是什么座 这样很没礼貌 他水瓶座 因为我们过去的资料查到啦 就是他是水瓶座的 1月30号嘛 对 我以为1月都是摩羯 对 1月30号已经叫水瓶座了 对 其实他反映很多水瓶座的行为啦 喔是喔 水瓶座是怎样 水瓶座这样子说 他有干跳的东西 你知道吗 你不要这样 可是水瓶座就是 他就会感觉说 你跟别人不一样的思维 去做出不一样的东西 可是你知道水瓶座本身 因为 水瓶座很不会装傻 水瓶座 就是你刚讲的 对 其实回头来讲 水瓶座有点不屑 他不屑装傻 对啊 这很准耶 喔那这样 我对应太水瓶了啦 对 他不要那个 他那个表情都写在脸上 对 有时候就 哎呀 怎么会是这样子 对 水瓶座 我们来讨论 水瓶座的经验 是回到他自己原来的舞台上面 那应该是回到舞台座 回到他原来的空间 他原来个性的基础的标准的个性 在今年是非常明显的 那水瓶座的标准个性是什么呢 我们要讲说 应该讲说 三星学有很多的讨论 就是不同的星座 有一些他基础的特质 有一些他基础的一些表现 以水瓶座的基础表现来说 他的基本的设计 就是这个人必须要懂得如何站在别人的舞台上 哇塞 猩猩王子 我今天很佩服你耶 真的吗 我一直很想跟他讲这句话 但我不知道怎么讲出口 我想 但是水瓶座很难接受这句话 他们非常不屑 要站在别人认为我应该站在舞台上 对 我在讲完之后 这辈子可能不要再见到他了 对 你知道这个最痛苦的地方是 我今年也写一篇文章 谈到说 水瓶座今年面对事情的态度 我就写到说 你要学会站在别人认为你可以站好的舞台上 那可是很多水瓶座就回应我说 我才不屑站在别人认为我应该站在舞台上 你讲的太好了 你讲的太好了 太可惜了 真的太可惜了 其实吴对应会成为最戏剧化最成功的党主席 你想想看去年选的这么好 我觉得2020国民党不管怎么样也会学得很好 起码我觉得国民党的立委 绝对是有机会的 很有可能是可以过半的 所以这些都是党主席的功劳 成绩对 好啊 不能再说下去了 所以我要讲一个 他必须要看 这样讲 水瓶座适合当伯乐 可是水瓶座也要接受 也要接受别的伯乐看到他的长才 对 他说必须两者都是互相 所以他不要再站出来 他应该去当别人的伯乐才对 希望他下面有在听 但是我还是要讲 就是说你讲的没有错 他如果做刚刚你说的那件事情 你想想看 全台湾对他的观点就会不一样了 就会竖起大拇指了 对不对 然后他这时候会在一个更高的高度 去帮国民党提一个候选人 以及很多立委的候选人 然后打赢2020 我觉得所有的人都欠他 对不对 所有的人都要感谢他 对 可是他如果跟人家争 那又是一个不一样的局面了 对 可是因为如果已经跟人家 他跟人家争 因为他今年的运海星 到了明年就很差 可是明年一月投票 不是今年投票 明年大犯小人 真的喔 对 水瓶座要小心喔 明年 所以我才讲说 水瓶座今年其实要懂得 真的要懂得 如何站在别人认为 你可以好好的舞台上 所以就变成说 你不能够太表现出自己的不屑 你越不屑 或者说你越急着这个没什么 越表现出那种 觉得很聪明的话说出来 你其实就让自己再跌更深的一角 对啊 好可怜喔 我觉得很聪明绝顶的人 然后你要他 装出一副不聪明笨笨的样子 很难耶 很难 要大致若鱼很难 陈铭通啊 不是说韩国瑜大致若鱼吗 韩国瑜就说我聪明绝顶 还是很好笑 没错没错 是很好笑 所以这是人生一个很大的功课 没错 所以水瓶座一辈子都在遇到这种事喔 其实我们应该这样讲说 水瓶座本身他必须要学习 聪明的水瓶座 懂得让自己笑看人生 看开一点啊 对 也就是说他懂得站后头一点去看 其实应该讲说 水瓶座最应该要学习的是 退一万步看世界 好难喔 因为我们常讲 有些时候我们在面对一些问题的过程当中 你多退几步 退后其实不是不对 退后其实打来看清楚你前面要走的路 是啦 你逼得太近喔 你根本不知道你前面该怎么走 要往后退一步 所以没错 其实就常常忘记要往后退一点 那他像他们这样子 自己本身要退下来看都已经很困难 更何况这么厉害的政治人物支持者旁边这么多 想要抬轿的这么多都不让你退啊 那也很难啊 对啊 可是我觉得 因为你刚刚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是说 其实他必须要懂得布局 让他在这个位置上做得好 其实就是往后退嘛 国民党的人都很不会布局 对啊 就很可惜 其实布局就是要往后退才能看到布局啊 对 你不往后退 你就当这个马前主而已啊 你怎么可能会看得到东西 对 马前主才是看不到事情 然后就很容易遍体鳞伤 对马上就受伤啊 所以其实是要往后退看事情 好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帅哥咯 马英九 马英九 马英九大家都知道 那个他是那个巨蟹座的 对对对 他现在也很认真的在那个呢 演出 太要布局啊 对对对 是是是 其实马英九最大的问题在于 他在就任的时候 那八年太怀柔 那就碰到一个巨蟹座的那种 你这太怀柔 你的行为上来看 你没有GOT 这个国家需要 因为不要小看台湾人 台湾人 我们台湾很小 台湾其实做过很多今天动地的全世界大 对对对 你说你看 我们曾经替代过Made in Japan 对对不对 然后我们的电脑的突出性 我们的电脑改变了 我们全世界的电脑的市场 所以你看我们有很多都电子产业的东西 跟别人完全不同 所以你不要小看台湾 台湾人个性本来就是一个 你不要小看我 我就可以做出不一样的东西来 所以台湾人其实你要懂得拼搏 要有气魄 是 对 所以其实当他在就任当总统的时候呢 气魄太不够了 那他现在卸任了快四年之后呢 对 今年怎么样 他还是没有进步啊 我觉得 别再看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还是没有进步 因为因为 星星王子你要坦白啊 真的 我太久 我其实跟你讲 对我们来说 我们的实地场就是观察这个环境 反正已经到这年纪也没差 对 讲得太对了 是吗 你觉得他都没有改哦 我觉得他没有改 而且他现在在怎么做 都让别人觉得他像乐部曲嘛 我现在为什么要访问你啊 蛤 要访问我成队哦 真的不好意思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 我不是说他不好 难接话 你说他乐部曲 然后又说你没有说他不好 这样哦 其实乐部曲有乐部曲的立场嘛 他也想做好嘛 你懂我意思吗 是 可是我觉得蛮有的状况是这样 他越想要做好 就越让自己做得不好 蛤 怎么会这样 因为他在 他也像 有点像是 某种程度朱立群的 现在的接触点 他不想要让自己 再被骂 所以他一直想要 尽量去做 而且最糟糕的是说 他不能够在这个总统 出了什么错的事情 跑出来讲说 我们当时都没有做错这种事 感觉不太好 不对 不是落井下石的时候 好 那可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 人要改变 真的很困难 所以我可以接受 马云九都没变这件事情 但是 那他今年的运 有走很奇怪的运 又要回来的那种感觉吗 我回头来讲说 他今年要做的事 要很扎实的 为什么刚刚谈到 比如说 我前面讲了你的批评 为什么讲这些东西 原因很明白的 告诉说 马云九做 他就虚糟 我就剑在你前面 晃几下 对一直晃 我没有吃到重点 我没有 该把要做的事情 做得明显一点 今年是他电弓的时候 就是你今年 这个你的剑的刀 要砍什么地方 你要砍清楚 你要 你要怎么要把你的弓垫好 你今年就是把扎实垫好 所以你今年就不能够 就是说出来虚荒 你到底要做什么 想做好的事 你就赶快做一点吧 是哦 因为今年 剧械座的人 是要去把自己 会的东西 做到最丁尼尽致 做到最好 他会的就是 你刚刚说的那些 他是 所以我才说 他是偶像型的政治人物 可是不能太偶像型 因为其实因为偶像 是一个 其实就是偶包 你真的愿意 因为你偶像 人家想看到你 实力派的演出 你不能偶像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就是说 你年轻的时候 走偶像路线 可是你现在已经六七十了 你不能再走偶像路线了 而且你已经当过两次的总统了 你不能再出来装可爱了 你要 你要给人家感觉 你是熟男 你是型男 你是有实力的 你想想看 川普年龄那么大 他还跑出来跟你选 他其实有点胡闹啊 可是 在某种程度而言 我不要说马英九会胡闹 马英九最大的问题是他不会胡闹 你胡闹也没有什么问题 你继续做出一点不一样的东西而已 你知道其实美国人搞不好还很爽 哇靠 我们把中国人给打败了 对 这搞不好还觉得很爽啊 对 我们就是攻击着中国人 那中国人现在就哇哇叫啊 对 所以你知道 川普做了很多老百姓还觉得 我喜欢你这样做 你现在搞得我觉得 你把大家弄得很没有面子 可是我觉得你把这个事情做得很有意思 很好笑 我说大家看你我觉得很好玩啊 对不对 那马英九也有机会吗 马英九是这样子的 他不是相公的那个 对对对对 如果如果 如果今年他真的做好了一些东西 不取想法 然后扎实的去经营的一些事情 那其实2020年 对他来说虽然局势不见得会更好 但是他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 回头去把一些过去的帮助他的人 重新去整合一下 他还是有得到外力外面的人 共同合作协助他的资源 好 我依旧觉得他还是有一些包袱 包袱不是包袱可以展现嘛 他很有包袱 他很有包袱 对对啊 你把包袱打开来抖一抖 你们搞不好是有消化的 是有东西的 所以我觉得 我都有讲笑话 不是 我懂的意思啊 就是说因为抖包袱的意思 是这个意思啊 对 你有真实 真材实料的东西 你可以把它拿出 你不要把它藏在包袱里面干嘛呢 了解 好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就要听重点哦 柯文哲跟蔡英文忙回来 我是真立文 现场为大家连线访问的呢 是塔罗牌专家 星星王子 所以你刚刚的意思是说 像巨蟹座的马英九 就是巨蟹座的人 今年其实要很实在的展现实力就对了 不要做虚功 对对对 不能再晃了 他自己会的东西练好 不能再晃了 你没有办法再去 露个脸给他看到一下 不不不 这样不行 就是说今天露脸是要去做事情的时候 比如说 手要祸到泥巴里面去冷 你就得把泥巴祸好 OKOK 我不是说今天我还怕脏 不能还干干净净 漂漂亮亮的这样 没有没有没有 我大家要看你流汗 爱撩下去啦 对对对 爱撩下去了 脸是脏的 要看你手是脏的 要看这件事情 对 这个比喻非常好 马英九真的是要把自己弄脏 对 就是让人家觉得说你辛苦啦 对不对 其实小白脸被小灰脸 大家才会心疼嘛 哎呦你讲得真好哦 那我 对没讲 没错 阿伯啦阿伯 我看阿伯是今年很关键的一年哦 柯文哲 柯P 没错 我不知道柯文哲是什么星座的呢 狮子 狮子 对 好吧 狮子座今年怎么样 对 狮子座的个性是这样 就是说今年狮子座 对他们来说 重新回到他的舞台上 对 回到舞台什么意思 就是他最会的东西 他就会抗索预言 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是哦 然后所以他就很敢在舞台上表现出他自己的样子 哦 所以他就是网红嘛 对 他是网红嘛 对 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回头来讲说 因为他会很多东西 可是同样的 制作的本身 他的缺点 也可能会在今年曝露无遗嘛 嗯 比如说你过度膨胀啊 你夸大自我啦 然后过去所有所有事情 只是为了觉得我现在站在舞台上要风光啊 过去我没有承认的事情 我现在就给答应啊 嗯 嗯 嗯 那这个很多事做会有的表现嘛 那当众让别人下不了台 有事都会去做啊 是哦 对啊 而且他月亮镜头非常有可能在处女做 所以 其实他的行为上来 有很多金山刻骨的东西 来提那个月亮处女做的东西 的这个部分啊 是其实回头来讲说 他自己啊 他他其实算得很清楚 嗯 他也很聪明 我们必须讲他真的是很聪明 聪明聪明 对 说这个我的我的命 有一 是他救的吧 哦 我这方式的时候 是他真的 他很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医生 哦 他真的真的很厉害 哦 我这个我觉得没话讲 哦 可是回头来讲政治这个事情 我相信这四年的染纲啊 他大概也懂啊 懂啊 也不是 也不是说今天就是 站在那边穿个白袍 觉得 对 还能 其实白袍早就已经不是白色的了 嗯 嗯 哦 那回头来讲说 下面接下来的事也 你好 你当选了 嗯 先不管这个选举瑕疵啊 发生什么事情 不管 你去当选了 人家也在看你 在舞台上 到底要给我什么 他现在要选总统啊 对啊 所以这个时候的戏 你就不能够只是猴戏 人家要看的不是猴戏的 人家要看的是 你如何哦 那个霸王鼻姬啊 对不对 哦 是吧 你怎么样把你那个气魄拿出来啊 你在舞台上做错东西就已经不是小丑戏了 你不能再做小丑戏了 真的吗 你会再做一 他不能靠猴戏选上总统吗 不行不行 你绝对不是杜兰朵公主前面出来的那个文官啊 然后公布法令而已 不是不是 人家要看的是国王啊 你得演国王啊 哦 你不能够再去做那种小矛头的戏啦 小角色而已 哦 所以这是他今年很大的考验 大家看到的是你把正式做好 嗯 对你一个正式没做好 你怎么告诉我 你要竞选 呃 全国的爬竹 对不对 不容易嘛 嗯 但是那他运怎么样今年 好 今年运的确是好 当然 因为你回到正式舞台上 你本来就要有风光的一面嘛 所以我们刚刚提的提醒 也是提醒你说 因为你运太好 你本身你可以得到的 呃 大家的掌声 大家的观看的东西也多 可是在舞台下不炫你的还是有 还是存在嘛 对对对 因为他们是他们 像譬如说以课文字来说 嗯 白跑白习惯嘛 他很害怕别人看到他的黑 哦是哦 哦 他是不喜欢让别人看到说 我今天做这些表现做不好的地方 所以你看他愿亮 那个愿亮自己做 就会常常提醒自己 哦 这个做不好的不可以 我一定要做得更好 我不可以被人家批评 我都批评别人 对对对对 他受不了人家的批评 对对 嗯 他就今年就会在这个角度上来 他争夺 可是今天因为看戏人多嘛 嗯 看戏的人多 然后就会有人去 一定会批评他嘛 嗯 所以他今年其实也要休息 要小心一点 就当这些批评出现的时候 你的心态如何更正面 哦 如果你戏人更好一点 被批评也是应该嘛 嗯 对不对 尤其是对手 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吧 了解 好 所以这是柯文哲 看来他还是挺有戏的 挺有戏的 今年他挺有戏的 好 那蔡英文呢 我们总统啊 影响我们的国运呢 是是是 她是处女做的 蔡英文 哦 其实 其实我觉得 我们 也许我们大家要了解 说 以台湾的 后来宪法修改之后 呃 其实总统在很多程度上来看 他负责的东西 其实不太多了 对 只有就是外交两岸国防 嗯 是是是 不太多了 所以大家很期望 总统去做很多事情 其实总统 说实话他也做不到 很难 对 所以我们是要怎样 问一下苏贞昌吗 先讲蔡英文啊 好 你来看 就是 你回头你会发现说 其实马英九 做的时候 大家就一直骂他 其实蔡英文做的 大家也会骂蔡英文 因为就是我们讲的 总统的职权 做的东西也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怎么换 总统都没有办法换好 不见得 所以可能就找一个 也许像马英九 这种算心一点的 可能出去 门面还至少还挺勤的吧 对对对 至少提马撑头 撑头撑头 至少撑头嘛 不然怎么办呢 他也做不了什么事 就出去外交的时候 也没人看得到 不错不错 对 总统看起来还不错 对对对 那其实蔡英文来说呢 就是说 她是处女做的 那处女做的 在今年的状态来说 是一个寻求新的 转变的一年 其实因为去年 对于对于那个 怎么讲 应该讲变化 有些时候也太大 那这个变化太大的 过程当中 会让她反而 有的时候 不管怎么做 都可能会被受攻击 那可是新的一年 对她来说 这个变化的状态 反而会转换到 她自己重新收电 或重新整顿自己 所以也许她必须 要先做的是 要整顿她目前手头上 还能用的资源 就是非常重要 对于处女做的 新的一年来说 她的确在做这件事 也应该做的确 如果她在做这个事情 她才会懂得 就是先把一手牌 先拿好 对 你的牌没拿好 你怎么跟别人打了 我今天跟别人玩大饿 我的牌要理牌 就算我拿一手烂牌 我只要理得够好 我只要够清楚 出牌程序 我还是有办法 猪羊变色 真的真的 所以回头来讲 也就是蔡英文今年 就是要把自己手牌 手好 有一些牌 底牌 不要给人看到 你不要 马上就公布给别人知道 不过还好蔡英文的个性本身 她就不许一个 来告诉别人 对 对她来说 其实是很重要 而且 因为她月亮 很有可能也在拒绝 她自己内心也会有点盘算 但是她也担心 担忧 那当然 她就必须要回头想说 在很多的运作的过程里头 她得要先想清楚的就是 她整个布局上的每一个步骤 得要算清楚 要精算清楚 要精算 要精算 她得要算得更仔细一点 否则因为 其实她的牌不够好 说实话 她的牌面很差 是 对 因为可以看出来 其实她能用的牌面也不多了 对 很烂 对啊 真的 对啊 基本上我觉得 她再怎么努力 都很难啊 真的很难啊 对啊 这个局势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就说嘛 这应该是一个 2020就是一个蓝白对抗啊 蓝白对抗 对对对 蓝白对抗 过年的时候 过年就蓝白对抗嘛 就好了 对啊 对啊 所以 绿的真的很难啊 而且绿的要很多人失业哦 你看光是立委就要掉很多席 没错啊 没错 对 所以这个政治的起伏 其实是很大的 是的 那整体而言 因为整个大的局势 其实是不好的 对 所以大家可以保守 但是不要过于保守 没错 像苏贞窗来看 她是狮子座的 她跟苏贞窗一样 她也是狮子座 对对 所以你看 两个狮子都强一个舞台 怎么办 怎么办 必有一伤嘛 对 两师相争 必有一伤 一定的嘛 所以就是看 就是你要不要让出舞台来 是另外一个人的智慧 也是另外一个人的度量 那你怎么去把舞台让出来 那就好看啊 那谁会让 我们就不知道啦 苏贞窗不会选总统啦 他只会当行政院长 他不会选 他不会去选啦 而且你看 我们回头看哦 除了过去的年 还没检验之前不管 检验之后 你去看 没有行政院长当总统的 所以大家不要抢新政院长了 除非像苏贞窗家 好谢谢新兴王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